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小 今天很高兴继续跟大家分享 乌克兰最近发生的事情 谢谢大家关心乌克兰那么久 那这个礼拜在我家乡 其实发生的很大的攻击 就是从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 是最严重的 然后我跟牧师师母联络 他们是说白天他们已经习惯了 听到那些爆炸的声音 或者是警报的声音 但是他说最可怕就是晚上 晚上可能一个晚上会三次 很多很多飞弹一直在爆炸 他说这样子真的是很没办法睡觉的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 他们是说他们相信 因为我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 他们早上起来觉得 神的怜悯就是被更新了 在他们生命中 所以他们可以有心理有力量 而且没有害怕的继续发这些食物 转福音 开车到乡下附近地方 也是离战争很近的地方 他也说神其实很保守他们 常常他们经过一个地方 然后过了五分钟 在那边有个大爆炸 或者是他们什么事情 耽误他们的时间 然后结果他们避免一个很严重攻击 是这样子的上帝继续保守他们 那另外一位牧师也是跟我联络 他说最近他的太太师母收到个电话 有人拜托他 去到一个精神医院 去看看一个小孩 因为他没有父母 结果那个小孩跟父母分开了 因为他的父母 在被仇敌控制地方 在那边必须要留下来 然后这个小孩 就可以回乌克兰 但是他非常想念父母 而且他也没有家人能够照顾他 所以牧师师母还做一些饺子 还有一些甜的饮料 送给这个小孩 那小孩很小 然后他以为那个是他的妈妈来看他 他非常高兴 很大声呼喊 妈妈来带很多香烹烹的食物给我吃 然后师母说他就一直掉眼泪 因为知道这个小孩 也许就以后就不会看到他的父母 所以我提到这个故事 因为让大家知道 其实在乌克兰 这样子的故事是非常的多 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了 特别是为了乌克兰的小朋友孤儿祷告 因为这个战争 很多士兵真的是失去生命了 他们是父亲们 他们是儿子们 所以很多家庭就没有爸爸 很多小孩就没有爸爸 所以这些小朋友心里是非常的难过 我们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 还有一个城市尼克普 它是离合电厂七公里而已距离 也是不断的受到很严重攻击 攻击到他们现在完全没有食物可以吃 那谢谢大家继续奉献 继续祷告 那边的牧师继续在那边坐 这个神的供 他们的教会其实 剩下来的同工们只有40位50位左右 但是每天很多人去找这个教会寻求帮助 因为我们的奉献 所以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做很大的服务 他们是说每一天他们可以发食物给700个人 而且他们也会准备午餐 所以在那边这个城市是每一天就是常常有警报声音 常常有真正的爆炸发生 但是那边的人就已经习惯了 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找这个教会排队 1点钟发食物他们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 就是等着这个食物等着午餐 所以在那边真的是非常大的需要 还有在和尚乌克兰南部 这个地方其实虽然那边没有战争 但是很多缺乏 特别是缺水 所以附近很多教会 附近城市心里很感动 想要就是帮助那边的家庭 就是送很多水给他们 我们也是祝福这个工作 也是透过我们的奉献 他们能够车子可以加油 因为乌克兰很大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子想要送水送食物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都需要这些奉献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那最后我想要也是鼓励 我自己也鼓励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一个经文 主耶稣他自己说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因为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 因为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你们给我衣服可以穿 所以你们是被天父所祝福的百姓 所以我祝福大家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神所祝福的百姓 愿上帝大大祝福你们